大家还记得有之前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跟志凯要买车吗 结果志凯真的买了 Myvi 然后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真的买了 Artiva 而且买的还是很多人想看的最入门的 X 版本 虽然讲它是最入门版本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配置它都有 不会输给 H 跟 AV 太多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个新车的开箱文介绍 首先先教大家分辨一下怎么去辨别这个 X 版本的 Artiva 跟其他的版本 其实很简单 第一点就是看这个雾灯座 X 版本是没有雾灯的但是其他的版本都有 然后第二点就是看轮圈 其他版本采用的是17寸的轮圈 至于这个 X 版本采用的是16寸 设计稍微普通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啦 因为这个价钱就摆在那边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头灯座 虽然这个头灯座同样的也是全LED的头灯座 但是它少了这一个 序列式的方向灯 虽然讲 它的方向灯还是LED 但是少了序列式可能就少了一点点感觉 不过我觉得还好 毕竟在入门的版本就可以给让你全LED的头灯座 其实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像很多车 只有 Full Space 才给你 人家已经全车系标配LED 头灯座了 虽然讲这个 Artiva X 入门版本 不过因为全车系标配 ASA 3.0 的关系 所以它拥有部分的 Atas 先进安全配备 例如说它有全方撞击一景 自动紧急插车 前方的车辆离开的时候它也会提醒你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备 例如讲这个远近光灯的自动调节 虽然不像FV 版本的远近光灯自动适应功能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功能 其实也非常非常出色的 这些配件其实你在很多的车上面都还看不到 所以 Artiva 已经全车系给到你这个配备了 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会选择辆车的原因 毕竟6万两千块罢了 而且是比FVSSE 的价钱 所以 真的很值得 就算是现在多少这个Artiva X 还是一辆很值得考虑的车 在尾部设计的部分呢 它跟这个其他的版本也是一样 这个LED 3D 光条还是有被保留着 不过它后面的这一个倒车灯跟防向灯就是普通的卤素灯泡 然后设备的细节真的是没有差太多 除了这边有一个T之外 它这边还有写着Artiva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微箱空间 其实Artiva 为什么我会讲它实用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微箱空间真的很大 你可以看到 这个摄影师小哥哥他自己已经为这个车 装了这一个 防撞的这个四条 然后也放了一个carpet防止刮花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置物空间很大 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它还有一罐黑油就代表是它应该是要去Service 车了 然后我们顺便帮大家介绍这个黑油 这个黑油就是TOTAL的QUAST 9000 FUTURE GF6 想为你的车子寻找好的机油吗 你可以考虑一下TOTAL ENERGYS 的这个 TOTAL QUAST 9000 FUTURE GF6 5W 30 它是一款拥有先进合成技术的引擎润滑油 超过了最新的API SP 和 ILS AC GF6 的序列 这个引擎油不但可以减少引擎内部的摩擦 可能够让引擎提供最大的功率 而且还可以节省燃油 这款引擎油强在哪里 它拥有最先进的 H-Resident Technology 抗老化技术 提供专门的保护 可以帮助你长期应对日常的挑战 它的独特高活性分子组合可以在所有相关的引擎部件上面 形成一层厚厚的油膜 即使在极端的温度环境下 引擎也可以抵御各种挑战 从磨损到油氧化你都不需要担心 你还等什么快点来使用看看吧 不过大家如果要自己买引擎油去 Service Center 换的话 记者先询问一下 Service Center 可以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有一些 Service Center 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所以做之前最好先查清楚 OK 我们继续讲这个引擎的部分 这个引擎全车系都是采用1.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MPI 多点喷射技术 并没有钢内支喷 最大马力表现是98PS 大概是96HP 左右 峰制流率140Nm 匹配 DCVT 变速箱 其实根据官方的这个安排 这个1.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是为了取代1.3L 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它们的马力表现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它还不到取代1.5L 自然进气引擎的水准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它是 Turbo 车就可以飞很快 实际上这辆车的引擎动力表现是中规中矩 加上这个 DCVT 其实我可以讲 它可能是这个加速表现最好的 Pro Tour 车款之一 只是输给 Elza 罢了 没有错 我真的很喜欢 Elza 这个是别的故事 我们继续讲回这个 Artiva 我们以价格来看的话 这个 Artiva 可能是马来西亚市场 最便宜的涡轮增压车款之一 它的价钱比起这个 Proton Exorona 大概是贵的大概3000块左右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 Artiva 并没有 OxyH 的问题 内装的部分跟外观相比呢 它的这个差别就比较明显的 其实我讲真的 这辆车的内装可能你看了会不是那么的开心 因为讲真的 它的塑料感是蛮重的 不过我觉得卖到这个价位的车子 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必须接受的地方 像中共台这边 还有这个门板都是硬直塑胶 一点点的皮革点缀都没有 不过这个能不能够接受就看你自己个人怎么看的 然后中间这边也不是触屏主机 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唱机 不过基本的蓝牙 USB 连接都有啦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唱机 自己去外面换也是OK的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排挡杆的这个设计也普通了一点点啊 它也没有这个皮革包袱 然后这个是手刹车 还好这个 中央扶手没有cut掉 然后它的这个椅子同样的也是这个绒布椅子没有皮革 不过我必须讲每次我做Prodot的车款啊 其实我会喜欢它的绒布椅子多过这个皮革椅子 因为绒布椅子做起来的这个 感受其实会比较好 它柔软一点点 支撑性也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 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同样的没有皮革包袱 上面也没有什么影响快捷键 只有一个Power的按键 不过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 自己去年的这个 Carbon Fiber 的贴纸 质感有加起来还不错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中央的这个仪表呢 它同样的也不是数位化仪表 它是传统支撑仪表中间有一个 单色的荧幕 这个仪表的设计就跟这个MIVI 小改款一样啦 虽然讲没有这个数位化仪表那么炫目 可是它的这个清晰度还不错 然后就是这个 安全带的Reminder 这个是有的 整体来讲除了这个质感阳存一点点之外 我觉得该有的都有啦 置物空间很出色 然后 有这个中央扶手 我觉得还OK还是可以接受的翻倍 你觉得怎样 你是觉得可以接受还是觉得很差不能接受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最后在前座我还有两点我要讲就是 我很高兴PRODUO没有因为这辆车是入门的车款 砍掉两个我很喜欢的配备 一个是这个 One Touch的Signal 就是 轻轻按一下它可以散散架 还有一点就是 Auto Up 还有Auto Down的这个Power Window 很多厂商都还在给这个Auto Down的Power Window 可是PRODUO在入门的版本已经有这个Auto Down 然后 还有这个Auto Up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人要学习一下 尤其是隔壁家的 虽然我很喜欢Elza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讲就是这一个 Artiva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跟这个舒适度其实是比Elza好的 因为Elza的这个支撑会少一点 可是 Artiva 你可以看到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亿 虽然这样我做下去我的头部会有一点压迫感啊 大概只剩下两个指头左右的空间 可是基本上我的背部支撑到还是很好的 可以看到吗 然后它这边还有三角镜所以这个 后面的这个压迫感会有但是不是很严重 然后这个空间表现 虽然讲我的大腿同样啦 全空可是 还是有一个拳头左右的脚步空间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基本上可以讲是PRODUO车款里面最好的那一个 如果讲你今天是一个小家庭 可能你跟你的老婆或者是一个小孩两个小孩 偶尔出一下门我觉得这辆车 基本上是可以满足你的这个空间需求的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Artiva啦 不过我对Elza的爱还是多一点点 然后现在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这个Artiva X的驾驶感受 其实它跟其他的版本驾驶感受是有差的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16寸的RIM 所以对于车辆的负担是小了一点点 所以理论上啦它的这个油耗表现跟它的这个 动力表现都会更好 其实开起来也确实是如此啦 它这个油耗是真的很低 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的脚也是很轻 它的这个Trip Computer呢 竟然记录到18km per liter 不过因为我们该拍video 所以那个车有刹车停着一下子 所以它变成了17.7 但是 依然还是很恐怖 你想一下 很多人讲这辆车吃油 但是它就可以做到17.7km per liter 真的是很强 而且我刚才问啊 你打油大概是多少钱 它讲它通常剩下最后一格油它就去打油 这个Trip Computer的range大概是剩下60km左右 它大概是打52块到55块的RON95 然后它基本上每一缸油都可以加到470km左右 这个数据真的是很恐怖 你想一下 55块的油然后你可以加到470km 这个是什么神仙油耗来的 我的车真的做不到 我的Iris我打大概是70块油我大概最美也是加到400吧 所以这个Artiva你不要去踩它的话 你顺顺驾它真的是可以很省油很省油的 然后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它的动力表现 因为 你比较少看这个轮圈只小了一寸 但是实际上它对这个动力表现是这个 影响蛮远的 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会比这个Hatch版本跟Advanced版本还要再轻一点点 同样的因为这个轮圈尺寸小加上这个 轮胎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所以它的这个 悬吊的这个过滤碎震的表现还是蛮出色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的悬吊设定啦 不过讲真的今天 你如果只是一个平常开这辆车去载一下小孩子或者是 上班 然后很少出远门的话 真的买Artiva X 就够了 虽然讲它的内装可能 呃 贝了一点点啦 但是 这个悬吊设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之前有开过这个Artiva Advanced的版本 差不多两个星期 那辆车的这个操控表现跟整体表现我都可以接受 我稍微有一点点 要吐槽的地方就是 它的这个Power Response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 然后悬吊可能弹调一点点 可是在这个X版本上面就刚刚好 这个我很surprise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路上X版本那么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啦 并不是单纯因为它便宜 因为这辆车 除了性价比高之外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跟这个舒适性的表现 确实会比它的那个H版本跟Advanced版本更好 然后最后就要讲到一些车主的用后感 其实今天这个影片应该是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来拍的 它没有出现的第一点是因为它害羞 加上 它比较不善延迟 所以它就把它的感受告诉给我让我来传达给各位 它有告诉我这台车它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很喜欢现在它的Mao Rage大概是6000左右 所以开了三个多月平均是一个月2000 它每天从刚刚来我们的Office Bukiciatrio上班 它讲了它蛮喜欢这辆车它没有买错车 因为跑起来的稳定性OK然后动力表现它也觉得足够使用 油耗也低像我刚才讲的它可以加到18km 然后 它比较要吐槽的重点就是它觉得这辆车很多杂音 只是三个月的车 那个车的杂音就很多了 然后它刚才我驾这辆车出来的时候它还教到我 你千万不要飞帮 因为这辆车的声音已经很多了 可是讲真的这辆车我大概是这样子驾了一下子后 其实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可能它比较敏感一点点啦那像我这样我的车超到要死我都没有什么感受 不过讲真的我是没有听到杂音啦 油耳是很轻微的一点点的杂音真的是不明显 然后整体下来 它给予这辆车的评价其实是蛮高的 因为平常它跟我们一起去拍车的时候 它也会加一下我们的试驾新车所以它自己对车的感觉也是蛮敏锐的 因此它觉得这辆是一辆号车很值得买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所以在大家问到Artiva X 的时候 我们就打算把它在辆车借出来 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Artiva X 你想买Artiva X 的话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试驾啦 影片的最后来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 有一些读者问 Elza 跟Artiva 价格很接近 我应该怎么选择 虽然讲我很爱Elza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比较公正的看法啦 很简单怎么选择这两款车 如果你平常对于载人 载务有比较大的需求 那么你可以直接去Elza 如果讲你只是单身人质或者是你只是有女朋友 或者是你跟你老婆刚结婚没有孩子 你们也不想那么宽压孩子的话 那么Artiva 其实是一辆蛮适合你的市区驾驶的车款 其实Artiva 这款车我觉得它对比之前的 Pro Duo 车款进步非常的多 它开起来它的稳定度也好 然后这个加速表现也好 都是之前的 Pro Duo 车款比较难 相比的 所以其实我给这款车的评价是很高的 只是因为它的哥哥出来过后表现更好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 这辆车好像不值得了 但是 车没有最好 只是看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就像我讲的是单身人质或者是只有女朋友 那么 有什么债人债务的需求 Artiva 其实非常非常好用 它的空间足够 动力也足够 而且市区驾驶非常的灵活 这个就是我给予大家的建议 不过目前两款车 Artiva 也好 Lzai 也好 等车都要等蛮久的 所以你现在订车的话 真的是需要耐心等待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Artiva X 的介绍开箱影片 虽然讲 这辆车是一个入门半门的车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哥哥是很爱这辆车的 这个大灯有保护膜 然后这个车内有 Carpet 然后订灯也黏完了 然后还有很多保护措施 你是不是跟它一样爱车的人士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 虽然今天的影片有一点点业配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关掉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